他说到这个余和伟 欧队比较喜欢的对不对 对 我是他的偶像 他说我的偶像 我把你丢到火锅里去涮一涮 因为他演的那个叫老马家的幸福往事 然后他里面演追求他那个老马家的那个小女儿 然后这个事情在我小的时候发生的是一模一样的 你怎么跟他打电话的 我就说我很喜欢你演的这角色 小的时候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家门口也有一个男孩子也是很喜欢 我说你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来追我 他呢 他其实跟我以前是一个团的 在南京军区我在歌舞团 他在话剧团 后来有联络吗 有啊 每个节日都会发信息的 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没见过 没见过 没见过面 没见过 来来请您往这站一下 往前走一步 您肯定是看过我们的节目的 我们节目有一个环节 叫做真情环节 您不是没见过吗 今天我们就把刘欢老师给您请 不是 刘欢老师没什么关系 不要这样 我们不可能请到刘欢老师 我们请到您香港住的那家酒店的总经理 对 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马阿民老师特别喜欢的一位 从未见过面的男演员 于和伟先生 今天能够来到天天向上的节目现场 来进行一个第一次的见面 看马阿民老师内心如同小鹿乱撞 各位亲爱的朋友 五秒钟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想说什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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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了题 别了题 老板姐 我告诉你 天天向上的观众是特别不配合的观众 他们特别知道我们在这一个想要什么 你觉得他来了吗 他们底下那么寒肯定是来了吧 您在一个最想对他说什么 第一次见面 我傻了 我傻了 傻了吧 傻了吧 马阿民老师特别喜爱的男演员 把镜子拿 把扇子拿好 好 三 二 一 请回头 真是的 男嘉宾 他可比电视里帅太多了 真的耶 来来来 轻轻轻轻轻轻 谢谢 实在算太 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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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后 偷住 最近还好吗 真好 云先生 第一次阿民姐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非常激动 因为我没想到 因为阿民老师是我的偶像 被忘了 我从小就听阿民老师 这是 没关系 我从来不忌惑 你知道吗 我经常跑到 不不不你听我讲 我经常碰到70多岁的歌迷 他一会跟我说 哎呀 阿民老师 我是听见你的歌长大的 我说是的 我刚从韩国回来 经常 就是表达一种喜悦 没事 哎呀 插起来 哎呦 又跑条了 对不起 来 说 当时给我打电话 没想到 好像是我在家吧 非常客气 然后说 你是余和伟吗 对 我是 我你哪位 我是 我是毛阿民 啊 当时真的非常非常震惊 但是我电话里声音没有表现 演员嘛 我说毛老师您好 你有什么戏造我吗 嗯 对 还以为约戏呢 后来毛阿民老师非常非常坦诚直率地说 最近演一个戏叫老马家幸福往事 我非常喜欢里面的那个莫文辉 哦 您最喜欢阿民姐什么歌 我最喜欢 可以点今天 啊 可以点 任意对根的情谊 哎呦 余老师太会点了 就这首歌今天没唱的 合唱 合唱都已经吗 这首歌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 我会唱几句 一起哼响 一起哼响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已戳你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心牵着你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 我能奔在你的土地 春风中告别了你 今天就放明天那里 嘎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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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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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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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千Playâng 请你祝福我 我也祝福你 这是绿叶对干的情谊